麻疹接触者全台啪啪走 惊爆防疫空窗期 虎航境外一路麻疹疫情持续延烧 到今天晚间为止 这波群聚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2人 相关接触者更多达2978人 然而这场国内航空史上最严重的麻疹疫情风暴 竟然可能是疾管署防疫失灵 加上虎航清空所致 原来疾管署3月19日已掌握 第一名台湾男子感染麻疹确诊 也得知他3月17日搭虎航班机去日本 到3月29日才对外公布此案 并宣称已经在3月26日完成通报与疫情调查 但曾和第一名感染员同期的两名空服员 却仍持续执行和外出活动 等之后确诊发病 早已将疫情传播出去 导致更多空服员遭感染 这些被通知自主健康管理的麻疹病例接触者 竟然还是可以继续上班执行趴趴走 并未强制居家自主管理 怎么可能压得住疫情 根据疾管署官网显示 麻疹属于第二类传染病 可经由空气、飞沫等管道传染 属于急性、高传染性的病毒疾病 建议在麻疹检验报告出来之前 或在出诊前后4天内 病患药材隔离措施 以避免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人 但机关署只敢建议不敢强制要求 让麻疹出诊之前具传染力的4天 成为防疫空窗期 古航受感染者继续执勤 才造成这波疫情持续扩散中 机关署副署长庄仁祥强调 掌握接触者后 当地卫生局会联络上当事人 需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但不会要求当事人居家隔离 仍可正常上班、上课 由于接触者若没有出现症状 衰减几乎咽不到病毒 因此各国都是在自主健康管理措施